家常葱花饼的做法有很多种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的做法 多加这一步 外酥离软又多层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小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盘里 300克面粉加入3个丝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140毫升开水烫面 搅成面絮状 再打入一个鸡蛋 倒入切好的葱花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不用饧面 直接放到面板上 搓成长条 切成大药相当的四个面剂 把每个面剂都揉匀揉透 整理成这样光滑的小面团 在盘子的底部刷上食用油 把整理好的面团放入 面团的表面刷上食用油 风油饧面延展性更好 盖上保鲜膜饧半个小时 再来做个油酥 两勺面粉 适量拿五香粉丝盐 浇上热油 搅匀备用 像这种吸筹状便可以了 饧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 用手按压 用擀面杖擀大擀薄 擀成一个长形的面皮 在上面淋上油酥 在面皮上均匀的刷开 面皮的两边向中间折 然后从一头边拉伸边卷起来 在尾部处用手按一边 压在下面 就这样全部做好的生培 盖上保鲜膜 再松制十分钟 十分钟后拿出生培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在擀的时候面板上 稍微抹点食用油 擀成薄一点的面皮 擀好后卷在擀面杖上 放入电饼层里烙至 电饼层预热刷油 把饼培放到电饼层里 表面刷上食用油锁住水分 一面烙至金黄 翻过来烙另一面 两面都烙至这样金黄 便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葱香饼 葱香浓郁 外出离软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也可以多做野生培 放入冰箱冷冻 随吃随拿 肉软多 层吃的真香 凉了也不硬 谢谢大家的观看